大家好 今天天气非常好 我现在在加拿大的树里市 今天呢 我开车在树里市中心地区 然后还有树里的一些街道 然后一直开车开到牛顿 那么在这个周围的地区转一转 给大家拍一些树里一个街景 下面呢 让我们开始出发 大家好 我现在在树里山串地区 今天在瑟瑞山串周围转一转 给大家拍一下这里的街景 现在呢 我是在它这个居民区里头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区最近几年建了很多这种高层建筑 HIRES 树里市是大温地区第二大的一个城市 嗯 近几年呢 因为新移民的加入 所以它这个发展还是比较快 尺寸地区 再走出这个居民区,开到树里市的132街道上 132街道是树里的一条普通街道 周围有很多老的这种独立的house 这些独立house有的年头已经50年以上 好现在转到104街上 104街穿过树里市中心 那么一直可以开到Gearford的地区 他呢 最后可以连接到树里的这个大温地区的 No.1 highway上 现在在University这个十字路口上 我们向右转一下 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树里市的政府大楼 树里市政府大楼边上呢 就是前方 左前方 是 瑟瑞山串这个交通枢纽站 它呢是Bus 公共交通的Bus和Skytrain 还有轻轨 是综合在一起的一个交通枢纽站 大家看左边就是交通枢纽站 大家看左边就是交通枢纽站 前面发生了一些事故 有一个警车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把道路给封起来了 现在我左转转到奥德耶路上 这条道呢 的右侧是 树里的豪兰park 左侧是 Surray Central City 这个购物中心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购物中心 在这个周边 转一下 这是这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 这是一个华人超市大统花TNT的一个路口处 中心的停车场 这是Surray Central City购物中心一个外景 那这里头有很多这个大型超市 像沃尔玛 Super Center就在这里头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餐馆了 很多的一些小商铺 然后这个交通也挺方便 轻轨站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上面就是轻轨站 你可以在Surray Central下车 也可以在前面还有一个综点站 KING掉纸 这个综点站下车 然后步行到这里来进行购物 TOGEN 现在我们就在树里三处地区的这个街道上行驶 现在是在瑟瑞三处地区的这个街道上在进行行驶 我们在这里的街道上转一转 大家看一下这个城市里的一些街景 我们在这里的街道上转一转 这是一个一个小的一个购物广场了 这里头有肯尼迪泰尔前面还有一个西方富 肯尼迪泰尔是一家卖这个五金呢 还有一些园艺工具 还有一些机械工具 手工机械工具 什么一个综合的一个超市 前面是一个综合的一个BC本地的一个超市 这是西方富的 这是这个购物广场的一家卖 加拿大的一个停车场 加拿大这个购物广场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停车场非常大 我们现在离开这个购物广场 现在转到这个轻轿之海尔卫上了 这这个购物广场是一个非常大的购物广场 但是我现在在这边的购物广场 它是一个购物广场 但是我用在这边吃这个购物广场 但是我用在这边吃这个购物广场 而且我用来吃这个购物广场 所以你用来吃购物广场 平轿直海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公路 横穿整个处理室 平轿直海外 它的一头啊 就是一直开到wide lock 另一端可以连接到美国的边境 现在我们转到104 Avenue上 104 Avenue也是树里市地区的一条挺重要的一个公路 这条公路也是横穿整个树里市地区 这条公路也是树里市地区的一条公路 这条公路一直向前开连接到Tranc Canada Highway 1上 那么Hairway 1是加拿大一条最大的一个高速公路 横穿整个加拿大地区 从西向东 从西向东 一条公路上 就是在港的一个高速公路上 最后公路上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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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加上到城市这个建设更新速度比较慢 它呢不像咱中国国内 那个城市建设发展非常快 这里城市建设更新很慢 那整个树立地区你看高层建筑非常少 基本都是一些四五层的这种小平房 前面148街转到148街上 今天天气不错 平常就是大门地区啊 它这个下雨天还是挺多的 那个这个季节就是能见到晴天 也是非常不容易 也是非常不容易 现在来到100街的十字路口上 148街过了100街的右侧 是它叫古人亭本地区 这一片是原始森林保留地 就在城市开发建设的时候 特意保留着这一片原始森林 那里面有一个公园 古人Tiber Park 也是非常优美的一个公园 特意保留地人 明天土町 也看了 最后一点 我们开个面 就要是在城市下 原始森林放森林 今夜明天 就是一片肉 长是哪一片 它是以后 没减少 好了 我们现在转到96街上 那么96街这一段道路就是修建在这个原始森林之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公路两方是这种森林树木 加拿大城市更新速度慢 但是它有一个优点 它就是城市规划的比较好 轻易它不进行大的开发 就是每做一个大的开发 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讨论 就像树里地区有一条轻轨线 建设要穿过整个Gearford地区和树里地区 但是呢 就是这条线的这个规划 持续了 好多好多年了 十来年 二十来年都有了 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它那一方面是 资金可能也有些问题 另一方面它这个城市规划 做得比较细 轻易不进行大的开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我 我们现在转到140街上 现在来到了140街上 开车行驶在苏里地区 加拿大这种小城市上 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 就是它这个城市经过改造痕迹很少 基本上就是10年20年30年 它这个街道好像都没怎么进行过开发改造 140这一段是郊区的一段街道 看起来很旧 但是也挺舒服的 现在穿过了88街 88街就是右侧140街的右侧 是Belgreek地区 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园 Belgreek Park 140街在前方呢 就到了一个社区 牛顿社区 我们过一会儿开到牛顿社区里钻一下 这边也是一会儿开草的 或者是六个小城市 真的是柔軟的 在街上 也是在家里的旗 但是没有公园 没有公园 有没有公园 不是 国家里议 梳里地区整个面积很大呀 他这个面积甚至都超过了整个温哥华 人口呢是仅次于大温这个温哥华 是大门地区第二大的城市 牛顿地区这一块的印度籍的移民非常多 现在这个移民都喜欢扎堆 像苏里这一块印度移民就非常多 那么像温哥华 瑞士们这一带华人就比较多 那么这种地方了 但是这种有多多温哥华 是大温浦簇的 都是由于幸远平台 被撑离均有蛮有蛮叽严状的 这74街我们过会向右转过去 现在在牛顿地区了 牛顿地区边上是很漂亮的这种小的平房 这是牛顿地区一个住宅区 里面有小的这种平房 townhouse 这边上还有一些公寓楼 前面是牛顿中心的一个商业区 这边是牛顿地区 这商业区街道边上的一些办公楼小商铺 还有一些商场 前面是牛顿地区最大的一个购物广场 叫king close square 里面有super stall 这里很多的品牌店 这一个就是工业服装鞋帽店 前面有一个便利店 就是亿元便利店 前面有一个便利店 前面银行 bmo 前面银行 前面银行 这是super stall 肯尼的super stall 加拿大最大的一个连锁潮市 这个super stall的正门 这个super stall的正门 现在使出这个购物广场 这些购物广场 穿过听教肢 開LV 準備轉到135街上 135街边上有一家美国的一个会员连锁超市Costco 先里面看一下 这就是Costco超市的一个外景 请不吝点赞订阅 Costco的停车场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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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转到街道上 今天视频大概就给大家介绍一些树里的一些街景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